HELLO,我是Helen 我是沙田第一城拍攝的嘉文姐 我之前的工作一向都在大陸 二十多年了 很少回到香港 早幾年開始我就有一個想法 就想回到香港 即是說退休的時候找一些工作 通過過去幾年 不斷找了一些資料 看阿樹 參加在香港的時候參加這些講座 那時候在Bosco那個講座 就認識了Tatman這個集團的介紹 我們沙田協會經營了這大半年 一直都比較熟悉 我覺得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三年份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銷售方面翻了一倍 所以我會覺得一個很大的鼓舞 其實是有原因的 主要方面就是第一 第一就是PARTMAN 在後面做了很多的支持工作 和之前配合PARTMAN做的宣傳 全部都反映到在這個三年 加上我們的Shop Supervisor 都很努力 都做得很好 還有他通過PARTMAN學培訓 每星期的研討會 還有一些加強學培訓方面 令到他本身的發展得不錯 所以他在銷售業務方面 也推動得很好 所以才有現在 就是這麼大的突破 早兩三年前 我就開始想著 就是說 究竟我選這個學院 在選這個學院 做我們的鎖山 究竟是教育 飲食 哪方面 後來發覺 教育方面比較好一點 因為教育第一 可以對面社會方面 可以讓很多人 學會一本新的知識 新的學問 第二 我覺得 在教育方面 我又要想一下 究竟是一般的普通教書 補習 還是其他教育 在PARTMAN方面 我了解到 他是一個比較創新的 一個音樂教育 因為他的理念 各方面 我覺得是會值得我考慮 尤其是當我回去想一下 因為家裡有兩個小孩子 有一個女兒 有一個兒子 尤其是我的女兒 她比較喜歡音樂 我們通過載盆的過程 她自己考到鋼琴 八級 有其他樂器 方方面來說 所以我覺得 選PARTMAN 會是我比較 最想要的一個方法 從我留意到 從我留意到 PARTMAN 在不同方面的發展 有他們的網絡 有他們的網絡 有些宣傳單照 和我去參加一些音樂座 的時候 就發現到 PARTMAN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音樂 配分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網絡 我留意了 有一個口號 就是五大網絡 八大元素 很強調 即是說他們的音樂教育 是全方位的 是從一些最基礎 開始這個教授學生 和他的八大元素 是很強調他用不同的導師 希望不同的導師 圍繞著這八大元素 例如POP Music、Rock 或者Classic 甚至乎 那些Bruce Metal 新的那些 那些全部 那些不同的板酬 他都可以 蓋上去教他們的學生 所以 對我方面 有一個很強的影響 我覺得 選擇PARTMAN 作為我事業的發展 和他們作為他們的家民商 我覺得是一個很正確的上市 那些人 開業之前 PARTMAN 給了很多幫助 主要就是 整個店鋪 設計、裝修、 選料、 還有所有的器材方面 去到全地固責手 我只是 參與中 認認同 但是 因為我本身不是專業 所以 所以 我覺得PARTMAN 確實在這方面很專業 能夠令到很放心 所以大家 共同 就決定了 現在整個 沙田第一城店鋪 最終 完成的店鋪 這個方案 很幸運 通過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在去年的八月中 我沙田店鋪 正式開業 在這個開業之前的同事 而PARTMAN 也做了其他很好的工作 就是 幫我 挑選一個 好的 Shop 的 Supervisor 就可以幫我 看好 在之前 他就 interview了好幾個 的 Candidate 給我 諮詢我的意見 大家通過最後決定 選定了一個 現在的 Shop Supervisor 這個Shop Supervisor PARTMAN 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別 那 Train 將這個 Shop Supervisor 分別到 就是 學了了 PARTMAN 整個部份的 制度 系統 和 PARTMAN 足夠的 連結 很多方面的事情 通過 PARTMAN 這個培訓 我這個 Shop Manager Shop Supervisor 他就可以 展開 開業的時候 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PARTMAN 令到很放心 所以 我一點都沒有 當時沒有憂慮到 開業 究竟怎樣開 和怎樣 經營下去 唯一令我 就有少少 十五十六 當 開了業 的時候 因為 頭 開始的時候 從零開始 我自己都不知道 生意的效果是怎樣 但是也很好 幸好 PARTMAN在開業之前 我們都坐下 談過 在宣傳方面 應該怎樣做 怎樣吸引客 通過 譬如說 我們 PARTMAN 引頓很多 宣傳技巧 包括在地鐵站 出口 放一些BANNER 去屋邨派 宣傳單張 上Facebook做宣傳 風光美麗的東西 所以 就很快脫了 兩三月之後 我發覺 那個 圓圓板 都增長得很快 當年 那個過程 就不只是我要選擇 它 又要PARTMAN 要認為我是一個合適的家民商 才可以 我們從去年的年初 我們相互接觸了一段時間 通過面試 互相交談 提出一些意見 最終我們簽了一個所謂 叫做意向書 原來就是我申請一個所謂 家民商的申請批合 至於沙田這個選點 都是由PARTMAN開始幫我搜集的 這個是我一生之中 第一次創業 幾十年來 我只是打工 所以對於創業 其實一點都沒有經驗的 但是通過這次 和PARTMAN合作 作為家民者 我才發現 原來 我都可以闖結 都可以碰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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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